但是這個問題也不大 最大的問題其實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因為它是失核潛 我那時候專門看到鬼佬的媒體說 因為當時阿爺在那裡說 你媽 你違反了核不擴散條例 我對核不擴散條例一直理解就是 我不可以將核彈技術擴散出去 當然這條例是夠說的 北基斯坦核彈就是拿中國的技術來做的 那不原則上大家已經是不會去擴散這件事 我當時想 我買了核潛來 核潛艇不是一個發動機來的嗎? 我是用核做發動機 這些應該不算是一個核不擴散 我不算違反核不擴散 但是後來我專門看另外一個鬼佬寫的文章就說 就說為什麼它會有違反核不擴散的風險 就是在於你核潛艇裡面用的那種燃料的濃度 就是拿來做核彈的 如果你把那些核材料拿出來 扔進彈頭裡面就變成核彈了 它是同樣東西來的 但代表你要弄核彈 是 所以美國也說了 它就說 你想問我們一定不會給澳洲去弄核彈的 這個我們可以不心好保證 第二就是說 這艘艇是不會拿去做發射核彈的 不會裝備洲製導彈的和核導彈的 它就是裝備常規的東西的 但是這些東西怎麼說呢 就是說 你的保證呢 其實你講給國民聽 或者講給澳洲國民聽 是沒有用的 老大哥要信你 是不是 阿爺要信你 這件事最大的風險就是在於 阿爺現在無非都是說我抗議 我抗議 那你也可以賣了 我又賣手給伊朗 賣了伊朗之後 我不跟你保證什麼東西 我都可以跟你保證 你想不想我是不會給伊朗去弄核彈的 不會給它核潛艇裡面拔掉那些東西出來 扔掉核彈頭的那邊 我應該賣不起 搞不定了伊朗 搞不定了 你的食物分企付款 伊朗買了 可能直接就 以色列就毀滅了伊朗 因為剛才說的那些核的國家 有一個是不具名的 那個是以色列 是啊 不是 伊朗如果有核武器的話 以色列可能就沒有那麼恐怖了 因為其實以色列很小 受不了幾顆的 所以以色列不可以罵伊朗 它不可以讓它有 它現在就是有信心 它一旦是沒有的 一有就要罵下它 那我的艇都已經去了波斯灣 罵下它嘛 以色列不讓你來 你這頭罵 我那頭就射你了 你去不了那個射程法 它就肯定罵下你了 相信 如果你真的有 是啊 你如果一有核武的話 就整個都變光了 所以為什麼說 有些中國人 有些中國的媒體 台灣的媒體都說 其實你應該是開了一個很壞的塔 法國佬都 因為你記不記得我發了一個 那個藍華的新聞說 美國和印度說 你不可以去出實你的那個核潛艇的技術 尤其最關鍵就是 反而不是說你的核潛艇有多厲害 而是說 你的核潛艇裡面的核裝置用的燃料 就是整核彈 正是一樣的東西 你拿著它裡面的東西就是可以拿去整核彈 要不然這樣 日本也可以整核彈而已 日本怎麼做 日本沒有核潛艇 它管理它有核電站嘛 核電站裡面的那個濃縮油的濃度 不是整核彈的濃度 那個是低濃縮油 但是核潛艇裡面應該是高濃縮油 而且那個時候 美國人的新聞說就是說 其實因為美國人所有的核潛艇的技術 都是用整核彈的那種高濃縮油 它說 看不到有可能就是說 如果是整核潛艇給澳洲的話 我們會用低濃縮油 可能它自己都沒有用技術 難道我沒有理由專門為你開發這種這樣的技術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有風險 它相當於說 噢你老母你可以買 我又買了噢你老母 偷偷地買不加產 等到船艇已經交付了 告訴你 噢你媽媽 我的船已經去了地中海 或者波斯灣某個地方了 這個就不能偷偷地的 相信 要你砌一條艇出來 你要有一個工廠 你要拉來拉去的東西 要有炎貨的嘛 炎貨的 怎麽也能看到沙漠上的北冰洋槍 哈哈哈哈 不是 沒有那麽容易 是嗎 沒有那麽容易的嘛 這些炎貨 可能三分鐘是裝了核彈了 老大哥那幫黑市做不出來 老大哥說能夠裝了核彈了嗎 保養的核彈很貴的 麻煩了 是啊 這個是一個很壞規矩的事情 你說去說去 你想我都沒有賣核彈了 沒有賣核彈了 不過三條 但是其實核大國其實是有一個不成 其實大家已經默認了這件事 你是不可以賣出去 不可以分享出去這種高龍宿有技術的 所以其實我是不看好澳洲 真的可以拿到核艇 但是澳洲你拿到一個 可能到最後又是變成法國人那樣 很安靜的 不可以輸很遠的 所以常規的潛艇 這個可能性 我覺得是反而比較高的 核潛艇那時已經是單條來的了 是不是 可不可能 唉 一天沒請出來 一天都會有變化的 而且最大的關鍵 都不是核潛艇 聽我說 核潛艇之後就踢走 就發覺到那條條 那個的確跌了在澳洲角度 是應該一腳踏走它 你以為每個人出五、六千塊 等到2035年 我不是啊 我之前看過為什麼會這麼貴 因為澳洲人看中的那一款艇 好像是 因為它本身是核潛艇 那法國佬是要將這支核潛艇的動力 改成是常規的動力 那這個是要花時間而已 你也知道法國佬是不是很浪漫的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good deal 這個是你怎麼浪費所有的錢 但是你這件事做得不是那麼好看的 法國佬說 我知道這個時間居然是和全世界人民一起知道的 不過我不知道它有沒有說謊 就是說全世界人民什麼時候知道 我們法國佬就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不是 就是這樣的 法國佬是早了大概幾個小時知道的 兩個小時 但是呢 最屌欺的不是這件事 是因為之前不是那個叫什麼 豬多少豐富 豬20還是豬7 搞不清楚 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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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兩個月而已嘛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真的在歐洲是見過面的 Scott Morrison和Macron 但是他們那個時候還是說 哎 為什麼這樣沒問題呢 意思是說 其實這個事情是很短的時間發生的 這個改變 那個時候開這個會的時候 他的態度依然是還在談這件事的 甚至是G7的期間 你和Boris Johnson和拜登談 是啊 還有呢 不單止是法國 法國是最大的受害者 因為他沒有了這張單 還有另外一個很關鍵的 我們之前說過一下 其實法國是唯一一個西方國家 是有領土的 在這南海附近 蛤 真的嗎? 就是那個之前一直想獨立公投的 一直都是公投失敗的那個嘛 就在澳洲 南太平洋 不是南海 南太平洋 南海附近很接近 你知道南海和澳洲都很接近 來那個更接近 是啊 那個地方叫什麼接近嗎? Niukaridonia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接近 當然這個他還有最後一次公投還沒投的 如果最後一次獨立了 法國就沒有領土了 他還有一個法屬 玻璃尼斯亞的 還有一個 但是那個為什麼? 三個屌你還有一個 不過那個還很小的 法國你怎麼走下去都是領土 你留下了一些不值錢的東西 他不是很貴的 都是當地自治的 他法國負責崩水在那製造處的 但是他在南印度洋都有一個 河西多雪山的島 叫做South and Antarctic land 還有什麼流利的 我都是在印度洋 說過南美洲還有一個大島 不是大島 還有大陸 巴西旁邊有多大的國家 歸亞納 是啊 有一個河西大領土 都得罪法國島不是很好 沒有走到很多法國人的 其實我剛才說除了法國最大的受害者之外 其他的南海附近的國家都不爽的 就說你兩位都不通知聲音 又是看新聞才看到 每個人都是看新聞才看到 那個時候我看到 這個我不是看完新聞 那照計最不開心的應該是澳洲對面那些 什麼印尼那些 那些是最大的影響 不是 我就聽台灣的新聞 台灣的節目就說馬拉就很刻極的 馬拉就兩個觀點 一觀點就是說 阿吊里魯姆 南海的事情不是應該我們跟中國去談的事嗎 關你什麼事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阿吊里魯姆你搞黑潛艇 你黑潛艇是不是就來我這裏 部署在我們這裏 暑了來我們下面 因為你可以蹲黑海內 到時候 阿吊里魯姆你打不打中國 如果我不聽話的話 你是不是就在我們呢 因為 東南亞國家肯定捱不住12艘 核潛艇的啦 東南亞所有國家的海空陸軍 加起來都應該捱不住12艘 核潛艇的進攻 海軍捱不住12艘 全部都捱不住啦 最秋德星的都捱不住 是啊 所以就說你加起來 可能都 我們捱不住你的12艘 其實那個事不是只有你 只有英國人和美國人 是啊 其實最重要是拉了英國人和美國人進來 是啊 不是 其實是美國人拉了澳洲人和美國人進來 看你怎麼看呢 看你從哪個角度看 這些肯定就是 是美國人開局的啦 不 因為你想想 如果美國人和中國開拖 澳洲是不關他的事的嘛 他在下面的 美國和中國之間是太平洋 也不是南海 你有問題在太平洋也有問題 不是在南海有問題 只不過說中國在南海做的事情 令到東盟的國家 被迫是 作出選擇 東盟就沒有人想做選擇的嘛 哈哈哈哈 兩個人都想 是啊 個個都不想做選擇的 是啊 不是 真的如果開戰 我一定就是在說美國和中國的啦 不是 這個很明確的 就是說這個就是包圍中國 東亞版的不約嘛 但是只有三個國家了 你的不約 不是 做日本 日本有國 印度啊 是啊 最沒有的 如果你這樣說 我還在台灣 如果你這樣說 不是 台灣 台灣是不能加入的嘛 台灣也不是國家 但是他絕對就是站在中國對面的嘛 是嗎 記不記得美國是另一回事 他肯定是站在中國對面的啦 但是問題是 你說你台灣你不可以駐軍 任何國家你都不可以在台灣駐軍的嘛 除了國軍之外 等一下 這個是19 就是那三個聯合公佈之後的東西 之前一直有駐軍的 你知道嗎 是啊 我知道 只要承認了什麼一個中國的這個原則之後 那就答應過三個東西嘛 就其中都撤軍啦 但是美國人都不會去做什麼事啦 美國人都說得很清楚啦 我們不想和中國人打仗啦 那你駐軍就是和中國人打仗啦 但如果說得很清楚 你只要駐軍就開了 華系之力 什麼代價都付 為什麼當初駐軍又不開了 哈哈 為什麼當初呢 當初是嘛 當初沒有遼寧豪嘛 無利任給你那些群羊藍嘛 太空上面沒有啟東西嘛 哇 又沒有東風二十一嘛 當然是隔山不同的嘛